我觉得渡边玛友前辈是非常厉害 然后也很优秀的一位成员和前辈 首先就是很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 然后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不足 希望以后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把这些不足弥补上来 就不要辜负大概就是指年纪比较轻的那些 然后比较新鲜的新生代吧 其实我觉得我的年代还蛮老的 比较喜欢飞行老师 记得第一次见到飞行老师是在跨年 就是东方卫视跨年的时候 当时一起有练我们的主题曲3345 然后当时一起在那个教室里排练的时候 他就还蛮和蔼可亲的和我们说 你们来了有没有冷 然后我们也都会说老师好 说段子其实有时候听不懂 蛮奇怪的 大灰狼捉住小白兔还是要吃胡萝卜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蛮搞笑的 我觉得飞行老师还蛮适合这种青春偶像团体的 我觉得他们可以 他可以很好的成为我们国民美少女的艺人 最近国民美少女就是每天都很忙嘛 就像星期天要学习下一周要演唱的曲目 然后也有挑选unit人选 然后星期一就直接进录影棚了 就是把前一天学的歌录掉 然后星期四就要到录影棚去不带装彩排三次 至少三次 然后星期五就要 不带装 但是要穿那个服装看舞台效果嘛 也要至少彩排三次 然后晚上就有美少女电视台的直播 这一天也要准备什么道具啊 还有彩排电视台也是 然后星期六就 也是不带装彩排 哦不 是带装彩排 也是至少两次和费青老师 易小青老师 还有神达老师他们一起的 晚上就有美国民美少女的直播 然后每天回到中心 就是彩排的话回到中心 都是到凌晨了 有时候可能两三点